感人 像一條活龍一樣 真的 不容易 謝謝瓜哥 聽說顏宜文的夕陽歌也唱得很好 有機會真的可以嘗試一下 我們首先請到 我們丁曉雯老師請做講評 整體的表演其實相當好 相當震撼 只是因為 會要顧慮到表演的部分 常常在唱歌的部分會分清 所以今天宜文 最大的敗筆是 歌詞 真的 唱錯很多 所以今天最可惜在這邊 但說老實話 今天除了辭錯之外 今天整體的表演 老師很喜歡 謝謝 好不好 真的很希望你繼續站在這個舞台 加油 謝謝老師 聽到老師這樣講 我沒有替妳擔心 因為她已經記上一張黃牌 對 對 前面又唱90點 又91點 萬一妳就是記上黃牌 就要離開這個舞台 新音樂老師 因為耳機聽得很清楚 然後她有歌詞 我們其他聽的 都沒有聽出她那種 是啊 其實我剛剛都沒有發現她 因為她的表情還在 很自信這樣 我說太棒了 我覺得她都是 她自己設計好的 就是要這樣唱 是 是 接下來我們請新隆旁邊的 周治平老師 是 周老師 是你 有一個隱憂 就是你的音域不夠寬 就比如說這首歌 它的最高音 你其實沒頂上去 最高音 你是用一個很油的方式 把它混過去了 如果你的音域 能夠再練寬一點的話 這首歌就能 能夠再表現得再好一點 好不好 謝謝 郭老師 是 分數我都打好了 到底是林佳慧要記點 還是我們今天的 顏宜文要離開 要淘汰 評審請給分 到底顏宜文 可不可以繼續留在這個舞台上 得到的分數是90 90幾 90 90 小數點是關鍵 90點 90.8分 真的是捏把冷汗 妳今天如果真的是正常一點 妳可能會去點 我不正常 對 我看妳很緊張 妳有機會可以得到最高分 妳就可以去掉妳的黃牌了 對 有一點可惜 妳以前會漏詞嗎 我真的頭腦有問題 我歌詞 真的每次就是我表演 或者是比賽的最大的弱點 因為我就會 撩亂歌詞之類的 還是因為中文不夠好 也不可以為自己找藉口 自己不夠努力 這樣的態度很棒 這個妳要知道 妳將來當歌手 妳們朝這個路 就是將來要當歌手 當了歌手 妳要開演唱會 我朝周華健大哥的目標邁進 妳看 周華健做得最壞的棒 家瑋 並不代表妳不好 所以敗尤榮 沒有敗 只是先留一張黃牌 好 這麼說起來 妳們兩個要打敗陳啟筠 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下禮拜就更精采可期了 一張黃牌 她又削不掉黃牌 所以下禮拜 肯定如果陳啟筠好一點 兩個會走掉一個 是我們不捨的 繼續加油 好不好 三位辛苦了 我們先來看 剛剛投給陳啟筠的觀眾朋友 是 我們要抽出一位幸運兒 來 得獎的是 恭喜這一位得獎者 得到獎金三千元 恭喜 好 也謝謝三位辛苦的比賽了 來 先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 現在要介紹我們